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静,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喜欢我的视频,您可以关注、加订阅 这里每天分享养生知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今天分享的是,僵压药能治死 男子高血压吃药离世 医生提醒,吃僵压药一定要注意,否则可能危及生命 高血压作为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慢性病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类疾病 对于患有高血压的人来说,服用药物的种类和剂量都应该严格选择 在平时,也一定要注重身体变化 一旦发现有任何不适,就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耽误 那么高血压患者,在服药期间,出现哪些情况需要立即停药就医呢? 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地了解一下 一,出现心剂和心律不齐的情况 如果高血压患者在服用僵压药期间,出现了心剂和心律不齐 一定要及时停药就医 许多僵压药都会影响人体钠的吸收,会去除钾 恰好钾又是人体必备元素之一 一旦体内缺少钾元素,患者则会出现心剂和心律不齐 此时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含钾的食物 比如像豆制品类的食物和香蕉都属于含钾的食物 如果通过补充钾元素的方式,还没有出现好转 高血压患者一定要立刻去医院 不然则会对血管造成损伤 严重的患者还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 二,出现持续咳嗽的情况 咳嗽一般是感冒的表现 很多人感冒之后,通常都会出现咳嗽 不过一旦感冒好转 这种症状一般会消失 对于患有高血压患者来说 通常情况下,服用降压药也会出现咳嗽 这是因为有一部分抗血压药物可能会引起干咳 比如像提米沙坦这种降压药物就会引起咳嗽 因此,如果高血压患者在平时出现了持续性的干咳 一定要引起注意 这有可能是高血压药物的副作用 此时,建议立即停药就医 听从医生建议服药或者是换药 三,出现食欲不振 高血压患者在服用降压药期间 也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 这有可能是因为降压药出现了副作用 才会导致食欲不振 因此,如果有高血压患者在服药期间出现了食欲不振 并且还伴随恶心 已经到了严重影响平时饮食的地步 那么一定要及时就医调整 高血压患者在平时服用降压药时 如果身体出现了以上三种情况 一定要引起重视 另外,在服用降压药时 有些食物是一定要进食的 否则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在服药期间 医生常会叮嘱许多饮食禁忌 因为若不注意饮食 则可能导致食物与药物相冲 影响药效 甚至会导致严重后果 那么哪些食物不能和降压药同时呢? 第一种 吃降压药时不能与柚子同时 柚子中含有生物活性成分 一是能够促进药物迅速进入血液 等于加大了药量 二是柚子中的生物成分 可抑制降压药的代谢消除 提高药物浓度 如与降压药同服 会使药效增加几倍到几十倍 会引起头晕恶心 是比较危险的 并且由于柚子性寒 身体虚寒的人不易多吃 近年来研究发现 柚子与很多药物发生了相互作用 如在服用降压药期间 不要吃柚子 或者是喝柚子汁 以免产生血压骤降 等于过量服用 这会使血压明显大幅度下降 甚至诱发心脚痛 心肌梗死 或者是中风 严重时可能会危及生命 二 吃降压药时 不能与牛奶松服 牛奶中含有丰富的绿氨 降压药会抑制体内一种 分解绿氨的酶 绿氨就会大量续积 引起血压骤升 心率蓄乱严重者 会引起血压持续升高 另外 牛奶分子的颗粒十分细腻 与降压药同伏 分子颗粒很容易包裹在 药物分子表面 影响药效 所以 用牛奶服用降压药 不仅起不到降压效果 反倒一升高血压 所以建议 不要在服药后 立即喝牛奶 或者是乳酪 酸奶等牛奶饮料 最好间隔30分钟之后 才喝 服用降压药最好选择37度左右的温开水 不要用矿泉水送药 因为矿泉水中的矿物质和金属离子 对药物也会产生影响 而有些药物如果与降压药一同服用 会降低降压药的疗效 请注意 以下这六种药物 不能与降压药一起服用 严重者很容易导致猝死 第一种 降压药不能和非滋体类抗炎料一起吃 非滋体类抗炎药是关节炎患者常用治疗药物 可以消炎止痛 常见的如消炎痛 布洛芬 福他林等 当与血管紧张转换素 或利尿系 这一类降压药一起食用时 会降低降压效果 二 降压药不能和抗心律失常药物一起吃 有些抗心律失常药物 同时又是降压药 如β组织剂 β乐克 康疑和钙节抗剂 缓势易博定 天耳心等都会减慢心律 对心脏传导有抑制作用 故不易合用 服用安点同时 合用利尿剂 会引起低加血症 加重心律失常 三 降压药不能和左旋多巴一起吃 帕金森的治疗需要服用左旋多巴 这类药物与力血瓶 和含有力血瓶的肤方降压药合用 会影响降压疗效 四 降压药不能和地高心一起吃 心理衰竭病人 使用阳地黄类地高心时 若同时服用钙节抗剂消本地瓶 泥群地瓶会增加高心的血药浓度 一方面影响到降压药的疗效 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地高心的作用 使心脏过度增强而致损 五 降压药不能和利服瓶一起吃 利服瓶对结杆菌具有杀菌作用 意味全杀菌药 可用于治疗结合病 长求感染等 而当服用抗结合药利服瓶时 会影响钙节抗剂的降压效果 六 降压药不能和多滤瓶一起吃 忧郁症病人在服用三环类抗抑郁药多滤瓶时 会影响胶感神经 抑制降压药可乐定 利血瓶的降压效果 以上这六种药物 在服用降压药时 一定要切记 很多药物不能和降压药同时服用 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咨询医生 以免造成严重后果 那么得了高血压 日常除了吃药之外 要注意哪些呢 第一 做到健康饮食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在平时除了要按时服用降压药 来控制血压之外 同时还应该做到健康饮食 尤其是对于一些比较油腻和鲜辣的食物 一定要学会忌口 不仅如此 对于一些有可能会降低降压药物药效的食物来说 也一定尽量不要食用 比如说白萝卜等食物 高血压患者最好要避免食用 尤其是喝药的前后 二 按时服用降压药 很多高血压患者都存在一个误区 认为降压药不需要按时吃 突然升高的时候吃就可以了 其实对于已经确诊为高血压的患者来说 只要发现了高血压的存在 就需要长期吃药 如果不能按时服用降压药物 不仅会导致身体血管受到损伤 当高血压突然升高时 还会造成生命危险 对于高血压患者 千万要记住 一定要按时服用高血压药物 三 按时监测血压 监测血压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是很重要的 只有按时监测血压 才能清除血压是否有身高的情况 有高血压使的人 最好在家里背上一个家用型血压剂 方便自己随时测量血压 高血压患者在平时 一定要注意以上这几点 除此之外 在日常生活中 还需要注意劳逸结合 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心情 不要太过激动 当今社会 高血压已经是已经比较常见的疾病了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 很多都有高血压的现象 一旦发现高血压的存在 建议一定要积极治疗 要按时吃药 本身治疗慢性病 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血压稳定 就可以停药了 一定要遵医嘱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 您可以关注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见